委内瑞拉可以成为中国的投资无底洞 众所周知 全球石油市场常常对热点新闻事件反应迅速 但上周一全球石油库存量 大国看似非常重要的热点新闻 却未引起太多波动 据委内瑞拉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本月稍早承诺提供2.5亿美元或50亿美元融资 以支持委内瑞拉提高和加强石油生产 作为委内瑞拉支柱产业的石油行业 需要提高和加强是无庸置疑的 上月该国石油产量跌至30年新低至134万桶 这一数字较三年前减少至100万桶 较1999年Hugh Travis上台之时 更是低200万桶 Chavis那一套审然非常不利于 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 然而直到不久之前 这种情况对中国实现扩大自身影响力 与满足石油需求的双重目标来说 非常有利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今年稍早发布的报告指出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既不透明也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但中国在委内瑞拉明显失算 眼下是在花钱填一个无底洞 据CSIS统计 仅仅在能源相关项目上 中国就已经对550亿美元贷款做了展期 由于无法用硬通货场付款方式 委内瑞拉一直用折价石油还债 但是2014年油价大跌之后 就连这种方式已难以为继 中国已经对部分贷款给出了宽限期 Caracas Capital Markets首席执行长Ross Dalens 为清理委内瑞拉不透明的财政状况 做了大量工作 据他称 在油价较高且该国石油产业运作尚可的那段时期 委内瑞拉每天向中国出口60万桶石油 他估计 这让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债务减少200亿至230亿美元左右 另外对俄罗斯石油公司还有30亿美元至40亿美元的欠债 据而贷款造成现金枯竭 或是加剧委内瑞拉石油产量下滑的原因之一 依靠中国最新承诺的资金阻止下滑势头 恐怕机会不大 有鉴于此市场对这个消息没什么反应 但为何要向委内瑞拉继续提供资金呢 部分原因是这些坏账在潜在权益价值 中国和俄罗斯公司已经获得了重要的碳氢化合物特许经营权 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从埃克森美福等西方公司没收的财产 虽然以往贷款是一场灾难 但中国和俄罗斯现有投资项目作为保障 继续提供规模不大 用途明确的资金也合情合理 委内瑞拉需要这笔钱 该国目前每天只能出售大约50桶石油来赚取应通货 关心这笔新贷款对石油市场短期影响的人 应该将其视作维持原状的手段 但依靠这笔钱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因国内动荡瞬间崩坏的可能性或许降低了 但滑坡之势恐怕仍将继续